重庆思维可以说是本赛季最让球迷失望的中超球队了 俱乐部为了球队可以在成绩上再进一步 不惜炒掉了韩国教练张外龙 请来了葡萄牙名帅保罗本托执教 不过俱乐部这一操作却没能给球队带来帮助 高傲的保罗本托拿着一手好牌 却把球队带到了降级区 所以他只能以下课谢罪 其实重庆今年成绩下滑严重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球队功勋外援小摩托费尔南多因伤缺阵 费尔南多可以说是重庆前场的进攻核心 他也是球队前两个赛季保级的最大功臣 今年在联赛第九轮 因估列已经休息三个月的时间 而这期间的12场联赛 重庆的战绩是8-3平1胜 只拿到6分 足以见的小摩托对球队的重要性 不过在重庆深陷将吉尼潭时 费尔南多终于要复出了 而且是在重庆保级关键战中复出 本月15号 重庆思维将在主场迎战 保级最大对手河南建业 目前重庆落后建业两分 只要在主场可以击败对手 他们就可以逃出降级区 而在这场关键的比赛里复出 球迷都希望小摩托可以力挽狂澜 帮助球队拿下这三分 而对于重庆新帅小克鲁伊夫来说 他对于球队的改变已经出现成效 球队中前场的快速反击衔接非常快 出球的准确度也很高 正需要费尔南多这样速度快 能突破 又可以传球的球员 现在重庆又可以祭出费尔南多 加卡尔德克加费尔南 迪尼奥的两块一高的巴西三叉戟组合了 可以说小摩托的付出 将吹起重庆保级的反攻号角 当然 重庆主场战建业 一定不要轻视对手 尽管重庆的整体势力 要略高于建业 但建业的主帅张外龙 在重庆直角了两个赛季 对于这里的一切他都非常了解 特别是当年他崇尚的三秒进攻战术 为重庆保级立下很大功劳 在知己知彼的情况 就是要拼外援的发挥 所以小摩托费尔南多 很可能成为球队赢球的关键点 相信他不会让球迷失望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